请珠宝百达菲利时间 晚上七点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欢迎您在2014年的1月11号 今天是礼拜二的晚间七点 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们在上半场要来谈一谈的是股票的市场 并且这个上半场是欢迎您call in的节目 6509682000 并且同时呢 还要介绍一个在3月8号3月9号将要开的课程 当然了 这个课程是由黄建雄老师来教导的 3月8号礼拜六是讲股票的经 是股票的交易的精华班 在3月9号是齐全操作班 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中会仔细的跟您介绍 这两天的课程的内容 还有收费 还有报名的方式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黄老师 Hey Kim你好 主任好 主任听众朋友你好 是在今天呢 在一片欢喜声中 大家聆听了Janet Yellen 在第一次对外公开的发表这个演讲 那今天市场对他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呢 整个的股市呢 是上涨的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庆祝他第一次发表演讲的时候 美国的股市标普500是上涨了19.91 现在终于回到了1819.75点 重新再度站上了1800点的关口 在道琼斯是上涨了192.98 回到了15994点 再差6点就已经回到了16000点的关卡了 那看一下标普500刚才讲过了 那么NASDA是上涨了42.88 现在是4191.05 您觉得这个市场单纯是由Janet Yellen的讲话而上涨了这么多吗 那真正的基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黄老师 当然现在Yllen所说的对市场是也有很大的作用 他是承诺了就是继续他们的低利息的政策 所以低利息对于股票市场是有帮助的 其实最主要这个最近几天这个市场 反弹的是蛮好 尽管那个道琼斯还没达到 他收复他的50天均线 继续线就是16094点这个地方 他其实除了他之外 另外的两个技术 S&P500和NASDA 他们都已经收复了50天均线 所以他们那两个指数其实已经变成了上涨的趋势 所以现在还只差那个100点 道琼的100点能够上得去的话 这个整个市场可能就可以调整完毕 然后可能就可以继续的往上 所以这几天的情况是蛮好的 今天晚上国会那方面就通过了这个停止债务上限 这个这种情况 所以政府可以继续的去借钱 没有上限 所以这个应该对于明天的股票市场也有帮助 也有相当的助力 同时Janet Yellen将要在本周四 也就是后天在参议院的银行业的委员会 再度发表证词 所以这个沟通 所以这个演讲 还有演讲的内容是对市场 是有据有举足轻重的地步 并且他们这一些 这个中央银行的行长 他们的说话呢 都是非常透明 也都非常的诚实 他们并不是在做这种 打马虎野式的外交式性的辞令 对吧 对啊 他在国会听证 首先就是介绍了他自己对经济的看法 就是他对经济的看法是蛮乐观的 然后他这个人 其实就是主持这个量化欢松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假如这个经济不是继续的令人放心 继续成长的话 他也不会去减少量化欢松 所以他说出来说是现在要继续那个减少买债的话 证明了他对那个经济 美国经济是蛮乐观的 所以经济乐观对于股市是件好事 所以可能投资人就是因为 因为他这样说就是保持低利率 就是能够继续的刺激经济 另外呢就是经济也好 也是慢慢的上轨道 所以这个是对头见来说 应该是令他们鼓舞的 所以市场就是因为这种这个情况上涨 是另外呢联邦的投资公司的首席 股市的策略师Orlando 叫做Phil Orlando 他也今天有了比较完整的一些的说法 那么他说呢在1月中旬到2月初大幅的下跌以后 国债和VIX的指数就出现了超卖 而股市呢则被 他是说VIX本身是出现超买 这个是代表市场下跌的多 所以市场是超卖的现象 那他说在看标普500的指数 现在已经下跌接近6%了 而Russell 2000是在今年年内下跌8% 他认为都是非常健康的情况 那他希望呢这种正常的回落 不要让投资人太感觉到惊慌和害怕 并且在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呢 美国的独立企业的联合会报告 是说这个销售预期与雇佣的计划的拉动 1月份的小企业的信心指数上涨0.2% 升至94.1 并且美国的商务部的报告 说美国12月份的批发库存增加了0.3% 那批发的销售增加了0.5% 大家要知道自从在去年的寒冬以后 美国的中部东部都受到气候的影响 有一些经济是有蒙受到停顿的这种恐慌 那么在今天的盘内呢 比如说在道琼斯也已经差一点就要回到 一万六千点之上 但是距离50天的均线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三大指数还是属于 这个NASDA是表现的最好的 那讲一讲下一波的阻力又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道琼的阻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50天均线一万六千零九十四点 然后NASDA它现在其实的主力就是历史新高 它的历史新高是四千两百四十六点 所以现在十十一百一百九十一点 还差五十多点 就是历史新高了 至于S&P五百的话 也是下一个主力也是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S&P是一八五零 所以距离现在也只不过是30点 S&P530点相当于道琼300点左右 也是非常接近 所以现在只有道琼还没有转为涨势 其他的两个主要的指数已经收复了50天均线而变成了上涨的趋势 所以有可能最近期道琼也会追上来 那么市场又重新的开始上去 而这个调整可能就会终止 所以市场好像现在经过这几天的表现之后 令人的信心增加了好多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在黄老师的这个section 是欢迎您的call in的 650-968-2000 650-968-2000 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现在就期待着您的这个电话 那在NASDA里面有几只在上上次的节目 No 三次以前的节目 黄老师有提出来了几只股票 我说来推荐一下吧 那您那个时候就非常有信心的 推荐的这几只股票 比如说Google啦 还有Netflix啦 还有Amazon啦 这些股票都虽然是股价 从单从价钱看来讲是还蛮贵的 您还说了Tesla 那这些股票呢 您说如果从P1值来讲的话 就不显得那么贵 从去年开始NASDA就是独领风骚了 那您继续看好高科技的某一类的股票吗 对啊 就是也不是高科技来说 是一个它最近表现是最好的一类股 我们刚刚从那个NASDA的指数来看就明白了 当然另外一个在NASDA比较强的一个股类 就是生物化学股 生化股 所以这个生化股的一个ETF的代号是IBB 对我们看到IBB今天是创了新高 所以它的表现其实过去一年来说 都还是在这么多股类之中是带头的 是蛮不错的 然后XLK的话是科技的指数 科技指数也是差不多要创新高 它现在是35.6 这个XLK 然后它的新高水平是 新高水平是36 所以还差很小 马上就要到了 它的新高水平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达到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下跌 然后它很快的经过1月底2月初的达到近期的谷底 现在又已经回到了35.5 刚才说的IBB我们看一下 IBB它今天的价格是254.67 其实很多人都抱着IBB已经度过了两三年的阶段 那他们的丰收可以说是非常长足的 非常的明显 好我们现在利用在上半场即将要结束之前 我们请黄老师来介绍一下 然后由我来宣布一下 就是在3月8号还有3月9号这两天要举办的这一场 这两天的课程 那首先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2月8号 那天举办的马蹄捷报应秋波里头 黄老师已经宣布了这项消息 那当场就有很多位的嘉宾呢 愿意来上这个课 3月8号的课程是股票交易的精华班 我们请黄老师来介绍 这个包括哪一些内容 那是适合初学者呢 或者是中阶段的朋友 或者是技术已经很高段的朋友呢 那么其实股票班呢 我的股票最主要就是没有分开初中高班的 因为学股票就要学会 那么难道学的初班呢 就不能够应用吗 就不能够赚钱吗 这个我们不会 就是这一般 我就尽我的所能去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看图 怎么去选股 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心态 就是各种技巧去应付这个市场 看趋势啊 看机场主力啊 看什么时候买股票 什么时候要卖出 种种的这种炒股的技术 我去累积了三十多年 然后常常都有新的东西社会 那么累积了这么多的经验 我想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报名的电话号码是 650-968-2000分机103 或者是可以写一封email 给我们到svcmediaseminaratgmail.com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一天是收费350块 如果两天同时报名是650块 但是如果您是在2月21号 在22月21号之前 报名并且付费的话 还有优惠就是一天上课是300块钱 如果一次报两天的课程就是600块钱 所以是有一个很大的优惠的 希望大家考虑了以后 就尽量在2月21号之前来收费和付费和报名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进一段工商资讯 同时我们乐于接到您的电话哦 来询问股票的这些问题 650-968-2000 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湾区著名股票策略家黄建雄老师 将于3月8号3月9号两天开课 教授股票及齐全操作技术 第一天课程包括图表分析 选股技巧 避险对冲 ETF 第二天课程为齐全的操作及运用 如何在声势及碟势中获利 黄老师将传授20多年市场操作经验 令初学者大开眼界 资深者更上层楼 投资者可选择上课一天或两天都报名 名额有限 请重塑报名 询问及报名电话650-968-2000 分机103 或email至svcmediausa.gmail.com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商业地产、投资房、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Liu88 华夏家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Fortune地产贷款千万经济 Alice Liu 麦克苏 17年丰富经验 专业诚信高校 专精湾区及海外人士置业 贷款全方位服务 请致电925-319-7888 925-319-7888 408-868-8728 408-868-8728 华夏家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昌星珠宝 新店隆重开幕 近万尺展厅 是您购买顶级珠宝 钟表的最佳选择 全新昌星CH Premier 就在圣河西 Westview Valley Fair 购物中心内 Prada旁边 电话408-983-2688 乘邀您何家立临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黄老师您好 大家好 OK 好 那3月9号呢 就是齐全操作班了 那我们也请黄老师 来介绍一下 在齐全 这个都是一天的课程 朋友们是不是应该 先学习股票交易班 再学习齐全班呢 当然先学那个股票交易班 认识了怎么样去做股票 然后利用齐全这种 杠杆 还有杠杆性的 对杠杆原理 这种产品来增加 这个回报 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种办法 所以首先我们懂得看股票 然后学齐全 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齐全里面也有很多策略 策略就是好像 我们想买一些很贵的股票 可是呢 因为基金过小的话 我们买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用手上的基金 小量的基金来买齐全 来参与这个贵的股票上涨 这个是其中一个 一个策略 另外一个策略呢 就是 就是用来做 收入 每一个月有收入的这种策略 就是要卖 卖就会拿钱回来 对 自己有股票 自己有股票 然后又怕一个股票掉下来 或者是钻石还上不去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 用齐全来增加收入 另外呢 就可以对冲 这个股票 保护这个股票的 上到下跌的时候 要保护自己 还有就是 一些各样的策略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 或者是减小我们的风险 是非常有用的一种产品 所以找个例子吧 就是假如我们这个股票 在几天之内上涨30%的话 假如你用齐全来做的话 你这个 这几天可能会300%的回报 所以这个齐全和 的 你懂 和那个股票的分别就是这样 就是齐全是一个 有很大的 感恩性的一种 一种产品 我们懂得用它的话 将会对我们赚大钱 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 那我刚才已经把这个收费 还有怎么样 可以享受到优惠的方法 已经告诉大家了 大家也可以电话报名 就是记住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 6509682000分级103或者是email到svcmediaseminaratgmail.com来报名 我们都立刻会来办理您的报名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呢开始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很多问题进来了 那这个第一支的股票呢是问amazon ok 这个也是当初您提到的一支股票 amazon amzn 今天是回到了361块7毛9 昨天也是上涨的差不多 今天跟昨天破洞并不是太大 amazon的问题就是在 在这个 它的高位407块408块附近 好多次见顶上不去 后来这个因为出报告 大家不太满意的情况之下 它又大跌下来 破了50天均线 50天均线现在是388块 现在又低于它的100天均线 100天均线是363 363 363这个就是它现在的一个主力 所以它现在因为已经反弹了4天 所以有可能又接近这个主力的话 它可能钻石上不去 所以它整体的趋势还是要下跌探底 那么它下一个探底的目标 可能是它的200天均线 323块 所以这个股票目前是看跌的 哇 ok 好接着呢是Turkey的一个iShare 土耳其最近因为币质贬值的关系 它的股票也受到很大的牵连 但是它也跟在这个最近的趋势也差不多 最近呢也从低一点的40块钱 回到了44块3毛8 这个代表土耳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吗 Tur来看一下这一支ETF来看一下好吗 我觉得不太明白一个国家的情况的话 最好是不去从它那里想获利 当然因为土耳其最近掉了多 所以反弹 当然是有的 是会有的 可是它本身为什么会交这么多 最主要就是它本身的经济的情况 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假如我们做Turkey的话 Tur的话 我们只能够就是非常短期的去炒它 而不能当它这种投资来买金流场 所以我们在这种观点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ur在40块这个地方 反弹 现在反弹到44块3毛8 在45块这里是它的主力 过了45块的话 它下一个主力就是 就是那个48块左右 所以45和48 是它下两个主力 但现在已经是10.38的话 面对这个45的主力的话 它可能过不去 过不去就要重新再下来 下探40块 所以这个整体趋势下跌的 然后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就是短炒 以短炒为夷 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一个 这个是Deer in the Company 它的代号是D1 今天是87块4毛6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性的图表的现象 就是都是在2月2号那一天 达到低点以后 跳升的都比较快 难道这个就是代表它是强势股 如果股市一旦回调结束 他们就会上涨的比较快吗 D1 87块4毛6 您怎么看待 它也不是强势股 只不过它其实是 怎么说呢 它现在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 因为它是低过50天均升 88块 其实今天呢 曾经上过去88块以上 然后最后还是过不了 那个88块的主力退下来 它已经上涨了12345 5天也碰到主力 有可能就是近期可能要退下来 退下来呢 到85是气场 85是200天均线的气场 就是希望它能够在这个85之上 能够维持得住 到低过85的话 这股票可能就要再下来多一点 下去80 OK 好 所以还是不太干好这个股票 好 讲的这个是D1 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Abbot Lab 它的代号是ABT 这只股票和另外一个性质有一点相近 它的代号是ABBV 这两只呢 一只是49块6毛6的股票 一只是ABT是37块9毛5 这两只如果要选一只的话 您会怎么样建议 OK 除了ABT之外另外一个是什么 ABBV V for Victor OK 那ABT的话 它今天涨得不错 也收付了50天均线38块 37块7毛5 现在是差不多38块 所以它有可能是往上摊高点 好 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黄老师 ABBV的话 我觉得ABT是强过ABBV ABBV 好 OK 所以ABT是比较好的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只能允许我们回答到这里了 黄老师非常感谢您 听众朋友如果要报名 并且享受优惠 参加3月8号的股票交易班 以及3月9号的齐全课程班 请打电话来报名 6509682000分机103 2月21号之前报名 有享受优惠 好的 黄老师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听看 GREI Club的莫妮卡洋 今天带来哪一些最新的讯息 给我们马上回来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屋买屋及贷款 利益两体才一 罚准时机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准钱 准心 梦里香 精算子买屋买屋及贷款 一步到位买卖 这几次贷款开启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了卖无妙 精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Dukie Steffler 会让成算过目忘 相依加州 510-353-0855 或Gindalong.com查询 Trans 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纪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 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纪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纪团队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纪 详情请致电Sophie省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到了莫妮卡扬的时间 让我们来欢迎莫妮卡 你好 Ajela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每次要收听莫妮卡的节目 都有一分特别的期待 因为莫妮卡她不但会介绍房地产的讯息 并且会把房地产周边的上游下游的 跟房地产有关的所有的相关行业 通通会请到他们的Semina 来让我们来可以在半天的时间 就是大概两个多钟头的时间 就可以定期的都收到非常多新的资讯 这次呢也不例外对吧 对对我们今天星期六呢 从十点钟开始到十二点半呢 我们带来两个非常精彩的讲解 只有两个 其实加上您就是三个 我也会介绍一下现在史强的情况 因为我们每天在外面打拼了 也看见很多要避房子 因为时尚来讲 现在那个房源是很小 基本上独立的房子 即有736栋在那个Santa Clara 这是多久的时间之内只有736栋 就是今天我才看到这个最新的那个树木 因为时尚来讲 本来房源已经很小 1200栋是十二月的时候 今个月呢 今天看看哇更小了 所以很激烈 就是独立的房子700多栋 而你要买condo啊 或者是townhome等等 就274栋 那你看我们170多万人口 不到1000栋的那个房子 在市面上 真的是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周少生多 真的是 那让我来介绍一下 GREI Club是一个怎么样的性质 并且还有哪一些发展 非常高兴的 并且祝贺您的就是 您已经开始写了这个ebook的文章 现在ebook呢是available可以来download的 主要的内容 最新的一个内容是 10个关于可以观察 您在买屋 尤其是第一次买房子的人 或者是第一次买investment property的话 有10个重要的金科预律 大家都可以download 这个download要怎么样 上哪一个网站才能够download到呢 是 在我们自己的网址 你知道我们是 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or Club 那我们的网站呢 是www.greiclub.com 其中有一个栏目呢 是ebook 英文呢 这个题目就是 10 rules to observe when buying your first investment property 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就把过去我们请来的专家 不论他是那个会计师 或者是那个管理公司的经理 他们叫我们一些金科预律 就总结起来呢 就与我们的听众 还有我们的会员分享 那这个是一个免费的ebook 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www.greiclub.com 怎么样才能够变成 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Club的member 其实我们现在呢 也是很欢迎 有兴趣了解投资 或者房地产各方面的听众呢 来参加我们这个club 我们定期是每个月 第三个星期六来开会 请来到是专家了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介绍 今个星期六的专家 成为会员呢 你可以一年的委会费呢 大概是九十块 九十块 你就可以包括每个月来 听我们的讲座呢 再加上我们年底呢 就会去一个很委味的一个海鲜的走楼吃饭 那当天也会请来一个比较好的讲解 也令我们开开心心一块做鸡顿饭 所以呢总的来讲九十块是很有用 很值得去发去上这次课 因为你学到的 这学问根本在一般的情况呢 都不容易可以拿得到的一些资料 其实我觉得在华人的组织里面 您的这个组织算是最comprehensive的 就是不是单精独孤一味的 专门只有讲住宅住宅住宅 而且是有好多经济方面的 然后在不同的地区的 还有不同的专家 比如说property inspector 你们也会请construction company了 或者是会计师 现在都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IRS查税非常的紧迫 然后对于海外资产 要怎么样安排等等等等 都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 这个scope之下 让我们开了一个大的眼界 并且对于我们全面财务的规划 也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对对 其实我们在一月份 就12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请来几些 仲介公司 那当天呢 也请来有一个会计师律师 因为特别现在很多 我们的客人呢 都有海外的亲友 或者是有朋友 从海外进来要买房子 该怎么去处理那个海外的资金 还可以怎么贷款 所以这个先一个月的课题呢 也有很秀欢迎 我们当天也是传到门了 当然我们这边方面呢 有很多的讯息 我们是因为一个real estate broker呢 也经常结束到很多 从外面来的客人要买房子 因为这方面我们比较懂的话呢 就可以帮到我们的客户 再加上呢 你讲的很对 我们请来的还有经济师呢 比如说三月份呢 我们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分析家 Larry Souser 他来给我们预估这个房地产的走势 因为他们很多数据也比较清楚 整个经济啊房屋的发展 他就可以让我们比较顺利的 可以了解一下 你手头上的房子什么时候要出厂 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买房子的时候 现在是不是进厂的好时机 那还有呢 就是如果你的房子已经占钱呢 你要做一个1031的转移 我们也有专家 那另外就是 比如说如果你已经是房东呢 你有把那个厄房客 他不交租 有讲赶出去 对 我们也其实已经落实了 请来一个律师 他在九月在讲 所以成为我们这个会的会员呢 受益是良多的 真的是真的是 那我们现在呢 请Marica来把在过去两个月 在市场在经济方面的 highlight来告诉我们 除了刚才告诉我们的之外 比如说现在的市场的房子很少 那作为一个home buyer了 他应该要怎么样准备 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Saniville这个城市 有multiple unit transaction 这个银马又大 但是竞争的人也很多 这个我们很想要知道一下 最近可能因为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特别好像苹果 或者是LinkedIn 或者是Facebook 他们请来很多人 不单只是外周 有时候我们从印度 也碰到只是客人 一般来讲 现在租房子 当然租金一步一步在涨 还在继续涨 对 今年来讲 还是听这些管理的公司讲 他也会大概涨大概起码 7到10个percent 比如是三反式的 特别涨得厉害 那就在Saniville来讲 也有差不多 过去几个月呢 讲了有7个percent 那现在均价两房很多 已经租到差不多2000块 最近我们租一个三房的 客户给我们买房子 我们也帮他一个忙 就三房已经租到3000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很多要买房子的人 当然你第一要先跟 就是比较清楚 你的经济情况的 那个loanbroker 拿一个preapproval 之后呢 你把你的proof of down payment 先准备 比如说你的银行的账户 或者是你的for 1k 等等 还有呢就是要 跟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经济来work 比如说 其实最近我们发觉 特别在Saniville呢 比较好的校区的房子 好像Homestead High的房子 因为其实整个Saniville的 那个listing也不多 只有十几栋 那么一出来呢 一个1700多只的房子 开价1.38 138万呢 一进场就13个offer 就差不多加了二十几三十万呢 所以我们说 已经接近那个1000块的关口 那就可能Saniville 就有机会变成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 有机会变成将来的Pala Alto 真有趣 但是呢 也不要放弃 因为租金还是涨的话呢 现在的利率还是30年的低位 那还要应该把自己的那个 这个规划做好呢 因为只是比如说 我们最近也帮了很多 第一次扣房的客人 如果在外面打拼厂房子 厂得很累了 那你也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新房子 因为新房子一般来讲 它定了价钱 那如果 譬如说 我们就跟很多不同的那个 community的Sales Manager 有交道 打到交道的话呢 有时候 他们会有Cancellation呢 他们第一就会通知 他认识的Broker 那可以就是也拿到房子 最近我们也卖了好几栋呢 是因为人家刚Cancel 退回来 55万呢 就可以买到一个两房 在Mupitas Great Moor对面 1200多池 有两个side by side garage 其实也蛮不错 另外呢 如果你要校区的话呢 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 在那个Los Gatos High School 但是San Jose的地址 所以可以大概130万 可以拿到一个2300多平方池的房子 校区又好 地点又好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如果是你就是可以考虑几些的话呢 也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系 要联系的话 请致电408-823-9780 408-823-9780 同样一个电话号码 也是您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参加 在本周六就是2月15号 过了元宵节 过了情人节 在本周六的15号呢 来参加这一场座谈会 有一个报名费是10块钱 10块钱是您可以带两个 就是您自己再加上您的同伴 两个人来参加 所以平均下来还是5块钱一个人 因为我也是一个Firm Believer 所有的资讯都是有一个价钱的 小小的一点钱 也是对彼此时间 Efford的一个尊重 我是万分的赞成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他们都是很Active 很主动的都在为自己的退休金来做打算 那我相信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这个为自己的退休金做打算的人的年纪群 已经越来越下降了 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认知 为什么有这种急迫感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我们来听听 Monica怎么样告诉我 同时也要介绍本周六的三位嘉宾 好嘛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Monica Yang不但帮您买卖房子 贷款重案 创造财富 2月15号更早来律师 教您保护努力挣来的资产 也教你如何立下生前信托 让你在省税省钱中 为下一代在指定的用途上 提供经济支持 和继续你对他们的叮咛 详情及定座 请致电408-823-9780 或上网 ww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免费热线电话 1800958-8561-8680 老赵春菜馆 老赵春菜馆 贺辛碎营马年 新年菜市推出 新疆大盘鸡麻辣香肠 野山笋烧肉 小板牛肉丝麻辣羊肉香锅 广受老涛欢迎的菜市有江湖水煮鱼毛雪旺 飘香排骨以及独有的青草获鸡笋 欢迎何家前来品尝 老赵村菜馆位于400号Muffet Boulevard山景城 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Rebecca Lee精英地产团队在马年江再接再厉快马加鞭 与您再次共创地产买卖新记录 免费咨询请致电Rebecca Lee 408-720-6800-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再度欢迎Monica Monica你好 Ajela好各位听众好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的年纪都已经普遍的下降 就开始为自己的退休做一个打算 他们到底知道了哪一些事情是有一些朋友他还不知道的 是 其实我们星期六呢 就请来专家把有关的规划 因为实际上在美国来讲 很多人他们做了一些统计 只有46%的每个人 他们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储书 只有小于一万块的储书有46% 这么多哈 哎哟真的很惨哦 那不够一万块的saving呢 我认识这些客人做工程师 忙得有些七天都要上班 每天12小时 那怎么辛苦哦 那怎么将来 你要退休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 也有可以有passive income啊 或者是有其他方面来帮忙 因为你在家都知道 科技每天都在变 然后过了50岁 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呢 你可能对于那个技术的变化 不一定很快可以吸引 所以最重要现在呢 趁着比较年轻的时候呢 就开始计划一下 你是不是要买一些投资房子 或者是你再要打算投资其他的方法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investor club 不单止呢我们会告诉你有什么地方 可以投资房地产 要趁着比较低的历史 买一些投资的物业 可以一步一步呢 就把这些房子变成 对 build up你的equity 也可以收一点租金 也可以扣税 是 另外呢 其实我们星期六呢 也请来 那个专家呢 他是讲一些alternative investment 比如说 有些可以做年金啊 或者是有什么可以 赏税的方案 然后一趁着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呢 一点一徒的把那个储书 储下来 当你真的要退休 比如说六十六十五岁的时候 你可以每个月呢 可以有收日 一些呢 倒是要 祈祷 提早 要准备 特别如果 你要孩子的话 比如我自己 孩子的话呢 我也给他很早就开始 去有一些储书的计划 所以一定要来听 来了解 怎么去规划 一方面呢 是计划章来退休 免税 还有呢 就是你其他的有关的 你的保护 那我们专家来讲 他是顶尖的一个专家 他叫Alec Chan 他就是星期六 是我们一个其中的讲解 Alec Chan OK 好 他讲的主题是什么 他这是如何可以做到省税 又有长远的一切规划 这个重要 省税是最好的 绝对是要有一个全面的财务规划 那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位嘉宾 另外一位呢 是律师 这位律师呢 Michelle Yu 这也是一个很棒又很有经验的一个律师 哇 他的照片看起来 这个人又斯文 又有学问 又漂亮 对 他也不单止漂亮 人也很好 就可以讲那个广东话 国语 英文 他本来住在加拿大 就他也拿到那个BAR Exum的那个status 做了这个遗产规划 顺托规划呢 超过十年的律师 人很好 因为他也很内心 他跟我们蛮多的客人呢 有联系给他set up一些顺托 因为在美国特别 如果你没有好的遗产规划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走了 那你要经过遗产呢 就是一百万的那个 Astie呢 也要付四万六千的遗产税 另外呢 有很多时候 根本就写些到变成不可以动的台产 因为你要请律师经过发庭 才卖出去 之后呢 孩子也不可以就是拿到 真正经营店 爸妈留给他的钱 那因为也扣掉很多那个税啊 还有律师费 信下来可能就没多了 可能信下来二三十个percent 所以规划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呢 就是不单止这个方面 比如说有时候你该怎么去决定你的产权 是不是Joint Tenancy 还是Community Property 还有呢 如果你有房地产是给你的孩子 将来他结婚呢 又要离婚的时候 他是不是他的那个in-law也会拿走一半 哇 都是 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啊 那我们当天请来这位律师呢 他是很专业 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带来 所以一定有期望啊 我们的听众对解方面有问题的话呢 就要在今个星期六到Milpeters 我们的那个Milpeters McCarthy Business Center 来听这个讲座 好 报名的网址是greiclub.com greiclub.com 电话报名是408-823-9780 同时呢 就借着我们正有 莫里卡扬在我们的空中 替我们做广播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这个意识 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在贵这个club里面 现在有哪一些current listing 也包括住宅 也包括商业的 好不好 告诉我们一下 好的 我希望啊 有兴趣投资的朋友呢 尽量到我们网站 把自己的那个电邮放进我们的e-newsletter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些listing呢 不一定会放在MLS 可能就offMLS就卖掉了 我们就会先通知我们 所有的会员 为有兴趣的朋友 这样的话 最近呢 其实我们有三个listing 一个呢 就是在 2217 Creekside Drive 是Piedmont Hill的校区 很好的学校 存到800多900分的 在North Central State 那家庭也很好 是两房1.5域呢 387500 那我还没还有一个还没上市呢 也是在那个North Central State 也是Piedmont Hill High的那个学校 在那个Piedmont Hill的三角底 非常的安静 那也是两房1.5域 大概39万5 另外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房子 只是才几个月新的房子 在South San Jose 就拿出来卖了 对对 因为那个 Owner呢 他有Change of Plan 他要比较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所以他要现在要换房 那那个房子呢 大概差不多1800次 说才2013年建好的独立的房子 他开价呢 是82万9 所以也是很吸引的价钱 那么其他呢 其实我们也是专进做一些出租公寓的买卖 最近出租公寓的竞争也是很竭力 我们有一些买家了 他也是海外的现金买家 我们在B一个2000万的building在Sunnywell 就在苹果附近 离开苹果不到10分钟 校区也是Cupertino校区 那84户的那个出租公寓呢 一拿出来的卖呢 有40个买家 40个offer 多厉害 但是那个是 其实地点很理想了 就是有三个一克的地 那另外呢 三井城呢 也有一个大概680万的 33户 那个也是十几个offer 所以相对来讲 但我们也拿到一些在那个San Jose 在那个San Stay Stay附近 因为San Stay Stay呢 现在很多 外周来的学生 他们一定要租房 那边的房子 长得很厉害 一般两房也可以租到 差不多接近2000块 所以我们也有些买家 拿下来房子 另外呢 我们经常呢 是有一些还没上市的 那些出租公寓啊等等 我们就是认识很多行内的人士 也可以去投标 那就在这方面 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一定要跟我们联系 那是不是也是打这个电话号码呢 408-823-9780 对了 好 这个电话 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想要知道一些 因为华人总是比较喜欢新的房子 哪一些project可以介绍给我们呢 是的 我们因为现在很多客人呢 他一方面就觉得旧房子 厂得很辛苦 另外呢 也觉得新房子比较hustle free 因为新房子一般 倒是一年有保养 就有十年的structural的保养 还有呢 就是飘飘亮亮的 一进厂你就很喜欢了 是第一手吧 是是 那刚才我提过 就是在Lascado小区 有些两百 两千三百多尺的新房子呢 在那些park trail附近 很好的一个地区呢 它开价是从130万起 另外呢 在那个stmatel 也有几个 大概五个property 马上就close out 那个呢 是两房的 有独立的房子 也有townhome的房子 大概是90万 townhome呢 就是70万高 这些只是也是蛮理想的 因为mid peninsula 说了房源是很小 那再加上呢 我们在那个 Berry Asa附近 有一个builder呢 它建了280多栋的房子 有独立的房子 有townhome condo style 那独立的房子 大概差不多80几90万 那有些do at home呢 也70几万 也可以拿得到 我们跟这些sales manager 关系很好呢 虽然是排队 外面一般的排队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可能 也可以拿到比较快 好 那另外呢 就是在那个 Lupitas 附近对面 Great Moor 那一带呢 只是有几个builder 在建 那那边一步一步呢 因为它是rezone 把以前那个 商业改成住宅 那那边也会有 新的小学 非常方便 因为那边 有很多高科技公司 是的 那从大概五十几万开始 到大概八十万 到主要是townhome style 那我们也可以拿到房子 在Mupitas 那再加上呢 其他的 比如说你要买在Mountainview Mountainview呢 现在来讲呢 就也有一些 从一千到两千四的房子 但当然这个呢 是差不多一百万低了 Sunnyville呢 也马上呢 在那个Fremont的 那个Avenue附近呢 它是有一千六到两千二百次的 传新房子 但股价呢 可能也有一百三十万 plus or minus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给我们 买家留意 所以有兴趣呢 跟我们联系 对打个电话来登记一下 这样子就让Monica知道 您对于哪个地区 哪个价位的新房子有兴趣 在您忙碌的生活中呢 就可以放心了 就可以不必再担心自己 到底什么时候 人家Builder出来 说不定呢 一出来就都被卖完了 把专门的事情交给专家来处理 但是主要的是 请您先来报名参加 本周六 由Just Global所举办的 在二月中这一场座谈会 有三位嘉宾 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是电话报名 资讯是greiclub.com 或者是电话 408-823-9780 408-823-9780 那我们就期待的周末 跟Monica 以及她的团队再见面了 谢谢你 谢谢周乐 希望各位听众呢 星期六 再来听我们的座谈会呢 踊跃报名参加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了 我是周乐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但